HELLO 大家好,我是紫座水利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依然是一场Miracle打了一场比赛 然后是一场顶端天地,肯定有人问为什么又是Miracle 然后最近大家还是很多人表示想看 然后这一期再做Miracle后面就少做点了 然后这边还像是打了个嗨Miracle,然后也是打个招呼 这场比赛大家选择的是一个非常能秀的英雄 也就是花木鸡,花木鸡,伐木鸡视野 这场也是花木鸡的在绿本的套,然后还是挺好看 他带了一个天目缩,剩下都是带的花木鸡 那个转盘子带了一个 好了,底下是我一个零食物地址 离子出了.sop.com,也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最近也有很多新鲜不错的活动上架 然后本期打算给大家说一个活动 就是在本期在零食店下单的观众及格 参加一次抽奖机会 抽奖的大奖本期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剑羽 然后封印者剑羽,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也是欢迎大家都来看看 也算是支持离子一发,下单即可参加抽奖 然后今天是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是周三 然后谢谢祝大家在新的一周中万事如意 然后开心顺利 好了,广告就打到这里 最后我希望各位吃货们来离子电铃捧个场 谢谢大家 我们再来看这场比赛吧 这场比赛 发木机是一个中单发木机 地位还是比较装 苗口依然选择了一个 诶,这边队友在打 这直接跑真的好吗 我靠,真的完全不管小鱼人死活 我操不住了,兄弟 这边小鱼人非常励志的自己逃生 大哥不管怎么办 诶,有人斯拉克暂停留下 说等会儿我现在研究研究这游戏怎么打 你们打M这么打游戏的 原来八天文大神就这么来的 这么打游戏的 然后这边Miracle也是中单打卡 其实发木机打卡 并不是一个比较好打的对线 只能说是打一个护肥 诶,他这为什么上一只有 那个磨平的恢复特效呢 出bug了应该是 发木机加点方面 中单的推荐大家不要太早的加D 一般还是前期是钩子跟 就是D点一击就够了 前期还是点钩子跟被动好一点 因为他中单说实话 不太容易让你走上去赚到他 而且发木机打中单 近战打远程 一定要注意仇恨的拉扯控制 你看Miracle刚才是完全是走上去 在A的 发木机这个英雄 在这个版本中不强 为什么? 这个版本中发木机不适合三号位 适合一二号位 我推荐这版本最好保一个大哥发木机 或者中单发木机 因为发木机 发木机如果这英雄打三号位不肥就没用了 这版本三号位必须需要有一定的打野能力 发木机不行 然后必须得有控制 发木机也不是特别厉害 推打能力 发木机基本上也没有 所以说他这个版本是一个很尴尬的英雄 打野能力不行 然后逆风不经济的能力还可以 但是只能说也并并不是一个S加的列单 过去发木机的定位更多是一个三号位 在这版本真的不太推荐大家打三号位 真行打三号位真的不强 现在这个版本 如果你真的要拿发木机打三号位 我个人感觉劝你还是算了吧 除非你随便很碾压 要不还是比较难打的 这边喵口跟我理解完全不一样 他选择主D 然后加上一截T 也是送来的瓶子 前期发木机 基本上单杀的人的能力 基本没有在6G之前 除非是对面特别傻 你有可能能单杀 如果对面不是特别蠢的话 让你单杀的几率几乎为零 所以说就推荐大家 还是以发育为主 补刀为主 能耗一点血就可以耗一点血 当然你要说 你打优势配合酱油 倒是可能能杀人 打中单单杀能力几乎为零 很难有很难有很强的单杀能力 这边呢也是扣到了回复府 所以说他可以比较舒服 前击补刀方面也是压制了一些卡 这边身上也蛮多的吃喝补给 所以说这样比较他能比较舒服的混到6G 对面的游走能力也不算强 只有海象一个点需要注意一下 剩下的都还行 所以前击就应该是在双方 无聊拼补刀发布的前击下结束 这样比较你看 苗口的补刀发布的发布工 里都相当破解 哎呀我刚说海象 需要注意一下海象 这边反打一下 就地直接反打 要杀海象 海象吓得直接把鲜火磕了 这有那么凶吗 我靠好凶性 磕着恢复服 舒服都不行 这边海象打一套 就把自己海象 反而把自己给有伤 这边发布机前击非常非常凶向 其实这就是苗口对血量 其实配方的判断真的很好 海象滚过来 海象滚过来 加上卡尔一套天火 然后还有他的 就是海象的墙 也就是1 放完以后 苗口就地直接反打 其实那个血量 发布机想反打 应该是也不太能杀掉海象了 但是确实海象被他的气势吓到了 那就是觉得我靠好凶 那直接就地反打 要一般人就觉得算了 就因为对方技能用完了 然后我就撤一波就完了 也杀不了他算 但是没有靠谱 他他一直要注意这些细节 持续压制对面的血量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确实强 OG最近的转回市场上 也是基本上都算尘埃落定 然后也可以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危机依然是三老弹两星 就是CDY 然后还有CDY ROTK 以及大B拳 然后带上 一轰K和一轰L 两个星辰 然后老个爹方面 依然最终重组好了 还是塞拉离队 最终霸气 霸气拳跃 然后还有 MAYB MAYB 猫威亚 还有小八 小八归队 然后CDC就是保留两星辅助 然后一号位换成金将军 嗯 二号位换成了包子 三号位变成了摇地 然后这是他们的人员配置 然后IG方面是30带IGV的四名新人 其中那名XXS 比较尽力感 一个盘子啊 过来一封直接杀掉 凡凡有6级了 杀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剩下这些顶尖墙 那说的都差不多了 其实我挺推进 挺挺挺 挺靠CDCY的 AME INFLAME 他们那帮人都是一些年轻青年才俊 我觉得 挺强的 UBY 可以SCCC 加二雷以及李 我感觉他们以来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现在这些国内战队 目前来看都值得一看 也就是过两天打算给大家做一些 国内的各大赛事 比如说那个莫斯科的珍珠杯啊 还有ESR1啊 一些比赛 都是不错的 这边发的一些物 但是杀卡尔还是有难度的吧 瓶子都没过来 这边卡尔直接把仙火磕了 砍子弄歪了 就走吧 这这还要杀 感觉你要被反杀呢 对方来支援你不死了吗 我海下死了 所以对面支援应该也不会到 黑鸟儿应该不会提皮来杀的 熊熊卡尔一波 稳稳回家 就是稳稳去控服 不能一个爽地 这边你的血量 卡尔的血量有点危险哦 哎呦 卡尔被死了 死了 这就是红血破坏 过于依赖自己 过于相信自己的冰球的能力 这边把密码鞋扔下来 然后喝瓶子 细节非常非常好 拿着密码鞋 然后直接把瓶子送一下 小细节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进5比3 他们这边还是有优势 发木机这个英雄讲道理的话 一般还是主题服地 然后1到2级的被动 看你情况压力大不大 大的话可以点2级被动 要不大的话可以点1级被动 这英雄吃等级 剩余吃钱 你就记住这个 这英雄一定要有等级 有等级发木机玩的会比较舒服 装备方面推荐大家 虽然血精是削弱 但是还是发木机比较核心的装备 所以推荐大家还是要走血精 一般都是先出密码鞋 然后最终拆了出血精 可以裸血精 鞋子裸血精然后补跳刀 一般都是比较高端 就是发木机都是这么打 然后到后面就可以补 就是跳刀血精出来以后 到后面就可以看情况了 如果缺代谢能力补飞 如果是缺对面法系爆发比较多 可以补BKB 对面物理器比较多 西瓦是一个好选择 西瓦 然后后面大后期补上零绒心羊刀 这种东西看着补就行 反正这个法系装备就行 A仗零绒心羊刀都可以补的 效果也都不错 看.. 你要给我这个注意 一定 你看她这时候一直在那里 但是这边海象来了,感觉要死啊 喂喂 狗过来 哎呦 还是花式逃生还是跑了 绑到 但是 这怎么感觉海象有危险啊 狗过来 一炮打一刀一个地 哎,已经死了 我正还要把密码鞋扔定了 再磕一口 再磕一口魔棒 细节好棒 我只能说细节有点休息 一眼上卡正受到攻击 再控一口 细不如人,干麦下风 那这样伐木机可以说前期混得非常非常舒服 八级的伐木机 八分钟八级 那这个伐木机可以说这样可以很轻松的起飞 你要靠这个像是开自动攻击了 你看他鼠标点着实在不停的点 像是开自动攻击了 我感觉 页眼下坛正受到攻击 斯拉克一直被大鱼人点 然后前期黑鸟表现也是相当不错 经济方面 防火机肯定是全场低 非常非常肥 夜魔也是几路有走 都打出了很难痕 就是 夜魔是大哥吧 夜魔不是哪个小鱼人大哥 哎,这边大鱼人一波双杀 刚打完机记 记不住人 干麦下风 结果就就在上路找到了节奏 里边再凶一波卡 夜魔来了 给沉默 别让他隐身出来 这夜魔没沉默吗 兄弟 哦 他没加沉默 我的个天 我还说这夜魔为什么不可以沉默呢 没加 这边还想盲杀卡 这想太多了 这 这自己太过于自信了 盲杀卡还是有难度的 这包发木机接着发跃 但是这一波我感觉有可能要死啊 他要往夜魔方向跑 哎,兄弟 夜魔没沉默的 你只有点高 高呼夜魔战斗力了 直接一套被秒 大一转有点灯的 配上海上 我身边一圈 LOS 这儿苗口太辣了 他想反杀 所以往夜魔旁边靠 这边神灵 单车飞舞吧 但是我感觉有点大 哦 呀,兄弟 真的没打过 我这波交换还还赚了 夜魔拿到了一个杀人龙马 还可以 能接受 夜人下塔 正受到攻击 这边 这边 让我们来接着来看比赛 夜魔 发木机 TB过来 等级比较高 服务时间却是比较长 9级 这一波没沉默 其实挺难杀人 还是白甜 夜魔刚才那一波 可以说吧 明天我坑的不要不要的 夜魔当当时以为他有野生的 结果就是 我刚才想到夜魔 你不缺沉默 我起码带个粉啊 再来抓卡尔 这啥也不带 就被卡尔就地反杀 残 还有还断了一波苗寇的节奏 还是挺伤的 你看他就有个细节就记住 千万不要右键点到卡尔身上 要不躺一斤就先打你 哎 这感觉苗粿又死了 得了神力 我靠 配合有点好 我这么说 有点被针对了 毕竟八戒温大神 一被针对起来的时候 也头疼 也不 不是说八戒温大神 无敌了 他一被针对起来 他也 也 也一头包 难受的要死 也是一头包的 夜眼下塔 正受的攻击 夜眼下塔 一被摧毁 小人直接开大跑的力不大 伐木机连死两活还是挺难受的 起码感觉到很恶心 TB过来 然后准备再来 杀一波卡尔 但其实也难度了 先利用自己的清下兵 伐木机的英雄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他清兵代言特别快 昨天刚刚看完VG2跟VG比赛 感觉最近VG的容忍 呃 这个磨合真的是差了好多 感觉VG压现在好强 VG好弱 一阵血风大在中我 伐木机这样比赛 他在前期误解肥球啊 中期浪了几个 所以他这时候装备其实是 装备更新速度其实不快的 他12分钟只有密法鞋跟一个球 作为一个中单伐木机 并且有人投入的情况下 确实不算非常黑 但是他死了两次 被游走了两波 他打卡尔压太凶 所以导致自己被击杀了两波 而且伐木机这英雄讲道理的话 前期海象跟大鱼人的爆发 海象带大鱼人配点灯 以及海象身权的爆发 其实还是蛮可怕的 需要伐木机注意点 伐木机可能连两波都没想到 随便能直接秒了自己 用个镜头可能会好一点 这张比赛由于有大鱼人 所以我个人感觉 伐木机选应师之后可以接受 BKB到并不是那么重要 就选应师接跳刀 一般伐木机都会出跳刀 跳刀对于伐木机来说 提升特别巨大 谁用谁知道 过去我也觉得跳出跳刀 伐木机感觉很扯 因为他有剃 但是后来发现 你跳你剃出来是很安全的 不像过去 你剃进去放一套技能 有可能你就死在里面了 所以伐木机一定要是 注意一个是一个持续切入 就是不停的用技能打伤害 有力就靠T的高机动性 就靠就是勾速的高机动性 来持续的打爆发 就是勾过去盘子 然后再再递一下 然后再再过来 就是他尽量勾到一个 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再过来打一套 基本上这种打持续爆发的 并不是一个打一套就死一套 如果打一套就死 伐木机真的是没什么用 所以伐木机是一个挺看水平的英雄 玩的好伐木机 打出的输出 跟玩的刺伐木机 打出的输出 完全不在一档次上 非常需要 这英雄需要勤练 得打的多才厉害 你打的少 这个英雄确实就很弱 需要是一个上手有一定难度 但打起来其实蛮秀的英雄 我推荐大家 要是真喜欢可以玩这一步 真有真爱 机器人一家子都需要练习 如tk 如伐木机 如发雕技师 都需要一定有熟练度 这边你看又来又恶了 这两兄弟有点凶啊 好凶 这大英雄直接就地就靠幻象了 全能他很自信 哪一口 把全能血逼出来了 这边飞翔的单车 但是全能抹眼盾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能不能先把全能怼了 反击过来 再勾过来 直接一个技能 秒掉了一个 但是自己在这里 还是难逃一劫 特让魔棒勾走 哇 这好冷静 再再扔个盘子 这还想杀人 想的点多了 快跑吧 我折腻还要杀人的吗 我抬你妈跳了 真是遭不住了 这个明显要跑的 这边有全能的 还有持续的技能 他想杀两个 直接勾踢 然后就是td二连 直接扔原地扔盘子 杀两个 但是这个我表示真的是 怎么说呢 有点想多了 苗寇这几包有点浪 确实太浪了 不过总理来说 他的经济还算是能接受 他经济为什么说 还算能接受 15分钟这个装备 还可以 能能接受 并不是一个特别 特别不能接受的结局 装备还行 15分钟估计在 一般我认为 你裸雪晶 帆不及18 9分钟裸到 裸到雪晶时 不算快 但是也算是一个能接受 并不是说是特别穷 但他这样比赛 他还没有 建议 开心 很开心 但是小生人正追身了 先回中坛 一被摧毁 哎 盖子我就走了 别浪了 网络机这不能再浪了 勾走 这边反身扔个盘子 但是感觉还是会被大一人踩到 感觉又捐了 勾走 但是有点灯的 我感觉很难跑的 有人提别来堵他了 反身钩被踢打断了 死了 兄弟啊 喵口啊 被怼的不要不要的 先把血迪是稳稳做出来吧 这需要刷钱了 再不刷钱 这崩了 对面确实冲脸有点凶 感觉这样比赛发木机 有点难玩 太惨 喵口这场 他打太拼了 感觉有点太激进了 讲道理 不太推荐大家打这么浪的 来人必章 带着现在经济也是慢慢起来 夜魔这会儿不声不响 刷到全场第一位了 诶 账了 你敢信 他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打架 发木机一直在给拉扯仇恨 然后最终他现在慢慢不声不响 刷到一账了 10比18 他们局面上虽然看似人头龙很多 其实经济上他们亏的并不多 亏一千块钱能接受的 夜魔有一账 有配合发木机可以打出非常高的输出 就是视野控制之类的 发木机这我劝的还是老老师刷血迹出来比较好 你就记住 发木机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 他在勾的过程中是能扔盘子的 所以一定要想你勾出去的角度 和你扔盘子的角度 这个是蛮关键的 哎 发木机这波一个名没捕了 有点紧的 也深深浮好服 攻上来 神灵这怎么到处都在支付 他被卡尔给胆傻了 而且是他吵卡尔的麻烦 这边夜魔有一张视野 先给什么 直接套 我靠这输出 发木机这有等级还是厉害 毕竟有11级的发木机 虽然装备一般 但是这个装 这个输出还是 看着清兵 发木机这英雄就玩起来 清兵很过瘾 很爽 这个英雄 这边拉一波野 然后继续选择 把他清两波 发木机优越 确实拉野效率 就是清野效率比较高 所以说AOE能力强吗 三个技能全是AOE 看着清野效率 非常非常高 哎呀爽 A次两个兵 不用A 直接勾一下 中路打起来了 但是他TP持续冰到 这边感觉夜魔要绝 夜魔伤上有没有宝石 没宝石 没宝石还好 感觉夜魔难逃一死 再加一口血 夜魔还是暴死 但是发木机来了 看发木机这波 能不能收割到东西 感觉能 勾过来一个 嗯 直接把全能骑士 大家的达终结 然后毕竟还收到 一个能量血精石 哎 他这苗口有血精了以后 确实闻了好多 不浪了 TP打支援 然后收割 好的 还是选择做跳刀 在我理解中之一 这就是在我理解 在我理解 在我的判断中 一般高手发木机 都比较喜欢出跳刀 跳刀这个东西 其实挺质变的 对于发木机来说 你真的玩玩你就知道 这个跳刀真的 你老觉得跳刀蠢 其实因为是你用的不好 跳刀这种 可以让发木机 选择更多的切入方式 更多的角度 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 就是挺牛逼的道具 对于发木机来说 把树砍开 然后偶遇 路上偶遇一只小黑鸟 所以他有点 有点光 过来 属于回复服 所以说他用 用起蓝来 也是肆无忌惮 把回复直接磋了 可以买本TP 身上还有回复 还可以再刷一波 诶 这输了 他要勾脚上 那个肤 又没勾好 发木机推荐 你像Miyoko这种玩家 他发木机 由于他打的比较的多 就玩的相当溜了 所以他都是 好多都是点地勾 我推荐大家 稳稳的点竖勾 点地勾 一定要对你的节奏 处理的特别得到 而点地勾 就是 点地勾 就是需要对你的 细节处理的特别得到 而且你得知道 勾子的距离 跟勾子的大概范围 才能知道 怎么打出去的伤害 而点竖勾 就是你稳稳的勾 我就不会勾空 发木机这种英雄 切记勾空 一勾空有可能就死了 跳刀好了 刷的还蛮快的 20分钟选一时 现在不是19分钟选一时 两分钟就刷了一个跳刀 两分钟两千块钱 还是效率非常高的 92009.25块钱 发木机还是蛮肥 挺肥的 有跳刀想单杀一波卡尔吗 有难度吧 还在收 14级的发木机 21分钟14级 绝对能接受到等级的 这波大约人来了 我全清好爽 爽还是他爽啊 有跳刀以后他轻轻轻冰代线能力都是有了质的提升 好爽 我只能说 他下一大件应该会选择一个撑甲的装备 或者把飞鞋捕出来也并不是不行 我个人感觉撑甲装备会好一点 撑甲装备可以让他更加舒服 小人做了散尸来针对全能的套子 毕竟是高分局 毕竟苗扣他现在苗扣讲道理 他现在多少次 全面加固 发现好几个吧 他不显示啥都不记录 德鲁伊都能暴走 哇靠 这个逼真的有点不讲道理 德鲁伊都能暴走 好 让我们来接着来看他 看他这场 最近做他比赛做的确实有点多 下一期打算给大家补一个橘红哥的船长 然后最近橘红哥也是一直在持续的更新中 然后前一阵大家老说橘红哥跟得有点慢 然后忘了一子多更个 然后做一个打算做一个橘红哥 然后做完橘红哥就打算最后一个视频 就是本周本周做四个 因为有活动嘛 零食店活动 一般零食店有活动 我都会做四个视频 多宣传一下 然后底下就是我一零食物地址 零食物地址 他会在看我面 欢迎大家来看看 最近有好吃零食 还有非常丰厚的福利 就是剑语的 等着你们来出去 还有这边黄红哥切入非常不错的 这边杀一个 先拿一个再杀海鲜 双杀 我靠这一波 他等待人跳踩 但是黑鸟关自己 我个人感觉 关自己很难跑 这边被勾到 跳刀过来 直接杀 我这感觉全都得死啊 黄红哥一波起飞 开始全都得死 躲一件技能 直接一个盘子烧死 他还马上就跳刀了 跳过来 卡尔这边被勾到 再扔个盘子 过来一下A死 风光杀路 瞄动这波操作打的真是nice 直接一波把自己前期全 烈士全打不了了 一波单杀了三个 顶多队友后面的几个全是单杀 卡尔全能 基本上都是他单杀的 一波直接打对面的团面 一波起飞 14个能让全是 一波直接起飞 准备做了一个东西 我以为他会全都做 骨一个假的装备 这真是大神 一波靠的 一波完美操作 把自己全一波打飞 飞鞋 我飞鞋还有个前四 好飞 真是如愿一场 再买个球 他不打算撑甲 不太惧怕大鱼人 他刚才躲一波 那个知道大鱼人要跳踩 所以躲了一波大鱼人跳踩 直接上去 因为这边硬控 说老实话 就大鱼人一种跳踩 其他海峡还有一手 上也都不是特别稳定 特别硬的控制 所以躲开这个跳踩 对于发明金 特别喜欢打对面控制少 可以发挥出爆炸般的效果 特别好 这英雄其实几方有控制 对方控制少 他是最苦的 所以这英雄有一定的 对军中有一定要求 这样的 大器在握 名字就听着就是吊吊的 大器在握 大器在握 吊的一滴 法木机下一棒要做 躺脱心 灵龙心讲道理是一个挺适合发布机的装备 为什么 因为他称雪称蓝 对于发布机这种装备都是比较好的 称雪称蓝称回蓝 而且缩短技能cd 因为发布机全靠技能打输出 普攻基本上还不高 所以说他的主经都是完美贴合发布机 称雪称蓝 称回复 然后并且称降低技能cd 完美适合发布机 而且他技能有吸血 发布机对于发布机来说 我觉得是最切合装备 没有之一的 灵龙心其实特别适合发布机 有些人说OD出 OD出发球不吸血的 就是他吸血吸得很少 他发球那个量 就是发球血 其实上海吸血没有你想那么可观 有些人觉得很想出 可以达到无限旭航 那你妈真是没出过 出过你就知道 没那么厉害了 没那么强的 魔力巨尺 把他别打 魔力巨尺 这边发布机快跑 哎呦真是冲了蛮多血的蛮肉的 反身上锯盘 再过来打一套 但是我还敢跳出来 打个有点略大呀 勾走 躲个天火 直接把树砍开 然后接着跳刀走 操作真的不错 再跑 操作真是好 看秒后打发布机 这种真是一种享受 打真是好 零龙心都快好了 真是肥 27分钟 对于一个20分钟 快20分钟 再做出血精的 现在27分钟 28分钟 有这个装备 真的是蛮夸张的一件事情 跳刀飞鞋 加上一个景气球 身上有2900 从管 就证明他这一会儿 2000 3000 4200 然后加两个2000 就证明他8分钟 打了8000多 就证明他8分钟 打了8000多 很夸张 刷人家的刷线 能打了非常多 钱 发布机的英雄 玩起来真爽 看到刷兵 我都觉得爽 3500块 你东西应该快好了 3800了 他可以买两个球 先合成一个那个 哎 这波够失误了 你看他点地勾 经常也会有这种失误 并不是说 所以说点地勾 绝对是有有弊端的 点地勾有什么好处 他比点竖钩 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作为大神来说 快这么一点 有时候可能是挺致命的 那发布机刷三路 我靠这种发布机 三路加对面野区 疯狂刷 完全不理 完全不管队友 这真的是必卖 听歌一加九这段了 进入到了 必卖听歌一加九 完全不管 两二部门创业势 一心只把钱刷 零龙心了 真是飞 飞成了一批小野马 零龙心了 嗯 现在两千五的血 唯一的遗憾就是 甲有点低 只有十点甲 他下一大戒 应该是准备做西法了 这个西法是比较合适的 也是对面有大鱼人 他成长甲 也是问题不大的 萨克拿掉防御塔 就拿掉柚子 这边准备来杀一波夜魔 但是OD这个官 感觉心里感多余 正好救不了夜魔 要多 哎 夜魔直接死掉 宝石也被绞了 哎 夜魔这个有点大意了 宝石被绞了 对他们还说还是蛮伤的 小野人也拿到盾 还行 总的来说局势上 肯定还是他们领先的 三大哥经济都里面比较多了 他们的一万七 对面 虽然看着打架比较凶 但其实都比较凶 而且对面控制偏少 小野人的装备也是紧跟发布机 装备非常好 双刀 双刀 引刀 加上冰 加上伞尸 这一套比较平时剑比较少 现在小野人说实话 一般都是引刀冰眼 然后加了一个冰的套 他买这个座椅太难了 你看增加镜头伤害 也是比较适合发布机 哎呦 这还好 直接把海象勾出来 那海象不直接死了 还想直接雪崩 神灵 神灵被点灯太脆 神灵被点灯太脆 神灵太怕打死了 神灵的一兄 讲道理 我靠这一套爆发 这是我刚才说的 靠T游离于战场边缘 可以打出很高的输出 让自己既安全又不至于死 能打出在两边 放放盘子 收拾盘子 安全的打输出 这是发布机 玩的一个比较精粹的地方 就是比较注意 得需要注意一定的点位 下一期给大家做视频 应该是橘游哥的船长 然后再下一期 今天那期给 估计会在周五和周日更新 今天是周三 然后周五周日一块更新了 所以说到时候 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错的福利 然后今天是零食电视 有个箭雨 欢迎大家能来看看 刚才片头已经说了这些话了 好了 让我们来看比赛 今天打我要打的有点多 毕竟如果箭雨啊 我也希望多回点本 让大家多吃一下 一个盘子过来一套 我靠这伤害真是爆炸 发木机爆发还确实是高 看他他点T 他其实点D勾 经常也会有失误 连明王狗这种人 点D勾都经常会有失误 所以真的不太推荐大家 老点D勾 点D勾这种 帅是他帅 就感觉操作起来特别连贯 但是 真的容易失误 特别容易失误 所以我推荐这种发木机新生玩家 尽量要用 这边直接飞过来 准备来帮警方队友杀人 这边一个盘子勾过来 发不定命名就 肯定也是过来 哇 好秀 到处放 牵扯一下 然后直接帮助队友 把队外高地塔给拿下 这边开打 我怕 可是 我怕 这边开 你那边不怕 帮助队友杀人 他不怕 你不怕 我怕 你不怕 这不如假有点不讲道理了 正受到攻击 天徽终好 正受到攻击 你看这波团灭了 但罚名机选手能量高 活得也快 他还是选择不希腊 早不早 早不早轻松 非要那么 非要那么耿直 大约人点灯太疼了 满击减15点甲 看这满击多疼 满击减20点甲 10 15 20 我说错了 满击20点甲 你一个西瓦在加多少甲 一个扳甲在加10点甲 大约人能点你20点甲 你买了个板甲才16点甲 你刚才要是 要是没没那个板甲 你才 你才 也就算被动 给你算10点甲吧 被动算10点甲 你被点灯了 是-10的甲 你这血很没质量的 所以我推荐你不希望 效果好 谁用谁知道 卡里谁杖 海象枪袭吗 海象裸的枪袭吗 这么穷的海象 点击你枪袭 我海象装备出的也是飘啊 兄弟 点击直接摟墙鞋 配上大约人的剪甲 兄弟我承认你这个思路没错 但是我个人感觉海象 还是应该出个切入状 引荡跳刀这样的 出有必要 他这样比赛 一般是个 疯狂刷钱 大神不知道怎么打了 就用刷钱来解决问题 诚然是个办法 我操作比你好 所以我就刷钱刷的开 这是个办法 并不是个很蠢的选择 四处刷钱 刷嗨了 进入到自己的世界了 刷钱为主 打架为辅 甚至是不打架 刷出西瓦以后 他的正面作战能力 将会非常非常强大 西瓦就出来了 扔身上 OK 他现在护甲就比较可观了 20多点护甲 大鱼人 再加上他的被动 估计他被动 你看每一层是回复 极得好事 你看 额外护甲1 额外生命 最大的抵押图20 他最高可以跌出20点甲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护甲 就很够看了 西瓦也加比较多 加15点护甲 明天还可以降低 对方的攻速 效果非常不错的 也蛮适合法木机 因为法木机可以把西瓦 放大 就是西瓦的主动 可以施放得特别好 应该他勾复 有些标准的 我了个天的 全能差点被秒了 下了全能一跳 满血直接把全能打成 直接秒了全能1000点 全能都快下坏了 赶紧给自己掏幕 还在刷 下一大件刷一仗 两个盘子 法木机也是比较核心装备 其实这两个在法木机 法木机法系装备 出什么都可以 所以说完全要看对面阵容 这边想杀大鱼人 躲大鱼人跳 但是大鱼人后面并没有人三 所以也不是特别虚 他们这阵容讲高力 确实不好上高地 一般小鱼人 小鱼人夜魔 还有一个特别穷的神灵 他们这阵容上高地 确实难 这两个法木机上高地比较大 只有杀掉对面人 才好上高地 而对面偏偏偏有卡尔 这种守高地大人 所以说他们高地往上也是清理之中 其实优势也蛮大的 现在领先经营领先超多了 应该 但是高地还是往上 对方缩在高地上 这个理解 小鱼人做BKB 小鱼人有了BKB 看这包 能不能上高地 上高地很关键的 这一套 这一套 过来一套 又好疼 2500 哇 他这发现太快了 感觉 8900了吧 得有 2001年700多 这一套终于开战 对面主动出来迎战 发的第二口西瓦 他用了已经 然后这一拨接着杀害啊 发的这一拨小鱼人BKB第一波 直接冲开了感觉 他们没BKB第一波 这一拨小鱼人BKB 发的第二波 发的那一拨小鱼人BKB 发的那一拨小鱼人BKB 但是队友呢 就没了吗 应该要 剃发 小鱼人BKB 直接秒一个 大保持掉了 然后在这样一拨 虽然卡尔 卡尔的位置不错 但是圣灵也拿到了这拨小鱼人BKB 这拨小鱼人BKB 发的那拨小鱼人BKB 发的那拨小鱼人BKB 咱们打不动 这种磁暴 没能留到发布机 卡尔隐身出来 阿多斯 直接跳走 哎呀 卡尔这被打着一套有点略疼啊 看看卡尔多少血 哎呦我天一套给他打破了 发布机还敢跳过来 这配合小一人还要杀 OD这边是买过死的 我小人偷这么高的敏捷吗 小人16层 攻速好快哦 有营业 有营业有散尸 我说的攻速怎么快 还是一波打开两路 所以说 这场比赛最终由于进一楼太大 什么也阵容也不能迷走一切 发布机这波操作也是非常的给力 我两路没开 虽然能跑吗 我不信 这装你还能跑的 回头扔个盘子 跳走 是什么国语 大约是说这是哪国语 完全看不懂俄文吧 他像俄文 他这肯定要把以太卖了的 有一仗要以太运动就不很大了 有信任你们 而发布机讲到的他试法距离都够远 并不是特别需要 可能 苗口需要他那个增加5%的技能伤害吧 我需要这个效果 8% 8%的技能加上伤害 有些东西其实有些人说 粒子有些东西你这是瞎说 因为 我这人记性不是很好 讲道理的话 他 有时候确实容易忘了一些特别小的细节 你说5%8%我真的记得不太行 我只知道有个技能加成 因为咱们打刀的说实话 不是每个人都是技术D 真正技术D的东西很难有人研究那么仔细 我承认作为一个解说 应该对这些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认识 但是我只能说 你就说8% 咱们记得一个盘子 到底这两个盘子以太能加多少点伤害 你能回答我吗 其实 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就知道肯定是加点伤害 但是你具体有多少 你只有玩过才知道 为什么我说 比如说有些英雄特别适合处理态 比如说一些酱油 比如说火女 这种英雄特别适合处理态 因为火女他的云使法距离比较近 他上去 放那个其实是蛮危险的 但是 具体对于他有多少加成 你只有用过才知道 你像法木琴这种东西很少处理态 那盘子对他伤害 到底盘子跟钩跟 钩跟地到底有多少伤害 谁也不清楚 就是 用过的人才知道 像我这种用的少的人 一定是不了解的 有时候人都说 李子尼 你作为一个解说 你应该对任何应用都有了解 这个怎么说呢 我承认 作为一个解说 应该了解这些 但是我还是想说 我毕竟只是一个自己爱好 是个兼职 我不是个全职的解说 我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说有些东西记不太轻了 大家希望提醒我可以 但是尽量用一个合作语气 别说 你是不是傻屌啊 这点你们都记不住 我上学的时候肯定都能记住 我要跟你一样是学生 我天天有这么多时间 我肯定啥子能记住啊 你是有时候 有工作有家庭 不能天天就记着刀的这些东西 还有记好多别的使用 所以说有时候在这里也是 希望人举我错误 但是也希望你们也尊重一下我的严格 别一弄就骂我傻屌啊 我靠 想到里话 在现实生活中 你妈谁要骂我傻屌啊 他老子早上一抽的了 你妈屁一抱的一屁 你妈 你在网络上骂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而且 就最最最最最让我倍感 倍感无奈就是 彼此你他妈个傻屌 阿姆基加百分之八 你说百分之五 像这种人我还真没多 人家说的真就是我说错了 他妈的我在人面前真就是个傻屌 但是 傻屌也有傻屌自尊啊 希望你们 你给我个改正机会 不要那你直接就直接 说你们就是个傻屌 太难听了 谢谢大家了 你也理解一下吧 你将理解一下 你谢谢大家 这边把你死了 这啥可以 哎 这波怒虐一波拳 这边有傻屌 这边有傻屌 人家还有一路呢 你跟路过一路 那群人真的好吗 你会出事吗 看我就说吧 出事了吧 兄弟 海上去上楼在线了 这子的鱼云 我看他有点大,但我看他是姚好像并不是这样 来人跳宰空了 发木地这时候已经80装了 三万发木地一秒躺 我给你表演一个什么叫三万发木地一秒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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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VTR跟VG有人问几比几,2比0 VTR赢了,VG打的跟11一样,说不好听的 确实魔格太少了,让双星辰打将尤太难了 这边苗口应该也是能清楚拿这两比赛了 估计到打到这种情况应该悬念已经不大了 对面也只是在徒劳的挣扎一下,因为毕竟谁都不愿放击游戏 像这种顶尖的天敌本,浮到最后一刻谁都不愿输的 呃,喜欢看Miracle的最近肯定看得非常爽 不喜欢看Miracle的这一期我可以用比较谨慎态度告诉你 目前这一期应该是这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期了 因为最近大家网上铺天盖地爆炸式全是Miracle 所以说我也不太老想做他的视频了 然后他的视频为什么好做,因为不需要画心思好找 随便找一场,他一看他资料点开全是暴走 什么样的一种都能暴走 随便选一场就暴走了 特别好选,到处都有这种比赛 但其实我说实话不太想做这样的比赛了 这波跳过来勾一下 好,大家都想看 我也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 不能你喜欢看就一直做这样的 所以他们也可以做做别的问题 这波FAMD过来打拨酱油 这波FAMD团战者来了,两个盘子 还想直接被秒杀 哇,可这数字 月鲁高啊,感觉酸爽 加盘子,卡尔直接被转 魔神城转 好了,还能死,也行 但是黑鸟还是死了 这波卡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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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盾 还是死了 随便被拿下 最终,这场比赛发布机交出了一波 20-7的数据,非常的华丽 然后,也是Mioco 再次赢得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说实话,队友还蛮给别的 对小鱼人打挺好的 好了,比赛的做事 很多人也是比较关心的话题 来波翻号吧 然后是2246787292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支持 好了,我们下期见